后厝国小学生们带着期待又好奇的心情 走进即将要转学过来的内海国校 内海国小校长也带着师长们迎接 即将加入他们这个大家庭的后厝国小学生 除了跟学生们介绍内海国小的特色外 也带他们认识校园环境 提前熟悉校园特色 到新的学校我很紧张 可是有同学的陪伴就慢慢不紧张 很期待未来的日子可以跟新的同学相处 我到了内海国小我会很紧张 但是我很期待 因为会见到很多我没见过的同学 然后跟他有更多相处的时间 所以我很期待 今天我们想要带着这些孩子 然后参观一下我们的校园 让他们了解他下学期要学习的环境 那学校有开办很多的社团 那我们会跟孩子做分享 让他知道 然后未来他在这里可以参加哪些社团 学习些什么 然后希望他们及早能够适应新的环境 然后融入我们内海这个大家庭 后厝国小校长王建新说 这次参访活动最主要是要让学生可以提前了解即将转学过去的学校 然后安心先让你们在校长主任老师的陪伴之下来到你们新的学校 先认识一下你们新的学校的校长主任老师 还有看看你们新的学校的环境 因为有校长主任老师的陪伴在放理系的学校 有新的学校就是我们内海国小的校长主任老师他们的接待 向每个同学介绍你们新的学校 校长认为你们的心理应该会平衡一些 安定一些 这是校长做这件事情最大的用意 我觉得校长这样子的安排非常好 因为这样子我们家长会很放心 然后小孩子到一个新的环境 也有经过校长这样子接 线接上 然后对孩子来说小孩子会比较安心 这次的参访活动让后绰的学生们为未来的转学做好准备 也让学生们提前适应新环境 更展示了大园区各校独特的教育资源和魅力 为后绰国小的师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记者东宇飞采访报道